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單飛來了 我是單飛 歡迎來到仙境傳說新世代的誕生 今天有幾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首先比較小的 就是我們來衝巴爾基里的皮靴 紫色的鞋子 看可以衝上多少 反正就衝他啦 那我準備了45顆鋁 不知道可以衝幾次 因為他加1到加2是8個 加2衝加3是要16個 加3到加4也是16個 目前的材料應該最多最多就衝到加3 接下來重要的來了 就是我的影裝 終於在我的努力之下 已經達成了16項 所以今天就要把我第二把影裝 銀弓就是長弓喚醒 為了準備了一些材料 我們今天就來看可以喚醒到第幾個等級 那還有一些其他就是 我跟我的小補師好感度也到99啦 我們會在未來的時間把結婚任務解一解 然後也把過程拍下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能幫助到大家在跑結婚的任務的時候 會經歷哪些流程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的附魔 現在只差一個等級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好了 附魔覺醒 目前加17嘛 兩件裝備附魔等級至加18 因為我是雙手武器 所以 所以只要我這把長弓 這三格的附魔都有6等 或者其中有一個7等 我就開附魔覺醒一階了 附魔覺醒一階他的效果就是附魔的效果提升10% 那傷害又會再上去 所以我們先來衝經練好了 然後經練完我們再去附魔 最後再來開我們的影裝 好不好 一開始最首先就是測一下目前的傷害 那今天因為是要開長弓的附魔 所以我們只要測長弓這部分 目前的傷害就可以了 好一樣木頭人1分鐘 哇有到7萬耶 6萬 好6萬4 目前的傷害大概是6萬4 那我們先來衝裝吧 雖然這雙紫色的鞋子 對目前的傷害不會有影響 但等一下就要去附魔就會有落差 所以傷害先把它撤出來 等一下就是不用再跑回來撤 我們先把小補師加回來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他墊裝啊 是不是 接下來我們要去拿衝裝呢 我們先去 擊分好了 感覺擊分比較有feel 我的靈感告訴我 要來擊分敲 就來看我的感覺準不準 我們先把小補師移到比較明顯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來請他幫我們墊裝啊 準備小補師 不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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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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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囉 準備到底我們瓦爾基里紫色的皮靴 今天有沒有辦法一次加二呢 準備 一二三 啊 加二而已耶 好第二次 第二次我們瓦爾基里的皮靴 準備加二了 一二 三了 哇 第三次第三次 哇今天的 幾分 靈感不太準啊 瓦爾基里的皮靴第三次 過了吧 準備一二 三了 哇 硬棒棒啊 我們只剩一次機會了 我們去 我發現 不要相信我的靈感啊 我們去 去埃爾貝達 我們選一個 我剛剛拿海中沒有出現的地點 好 我們一樣請小補師幫我們墊地一下 準備 不要過 欸 不要過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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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過了 好 夢羅克 不要 感覺夢羅克很危險 不行 我今天靈感不準 覺得危險的地方 我們就去 看看今天會不會跟我的靈感是相反的 我覺得會過的地方就不會過 覺得不會過的地方 他就讓我過 好不好 好 但小補師沒有東西可以衝了 小補師準備好來墊裝了 不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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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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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小補師的裝備損壞 我們就趁著這堵氣 好耶 準備 到底我的瓦爾基里 紫色皮靴 可不可以一次上加三呢 準備 一二三 啊 可惡 好我來衝一下這就好了 莫名其妙 又來衝四瓶了 準備 一二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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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 一次到加六啦 我就說過 壞裝就是好機費 舒服 舒服啊 他這樣子印證的 他果然是金戒啊 閃耀著金色光芒 這不就是金戒嗎 是不是 雖然他只是白裝 好不好 但是他是金戒 太棒了 我本來說反正衝鞋子 不會增加傷害 現在莫名其妙 增加了傷害喔 加五到加六的喔 舒服啊 欸 既然都到夢羅克了 接下來就是開啟我們 附魔覺醒第一階 先把材料拿出來 哎呦 可是我已經拿出來了 在身上嗎 好 在身上 現在我們只要 譬如說 現在我們要來開這個 附魔覺醒第一階 只要第二條也洗到等級六 或者是其他等級六的 洗到等級七 就開啟了覺醒一階 我們還是先洗這等級五的 給他一次機會 準備一二三 哎呀 倒第三個準備準備 給我等級七啦 哇 誤傷附加 怎麼辦怎麼辦 嗯 要武力攻擊還是武傷附加呢 好先保存好了 因為第一條已經是武力攻擊了 我們就來個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來買 買黃金花 花了十萬水晶 差不多讓你洗三次啊 真的很傷啊 買洗第一條 這條當然沒洗過 第三次準備 一二給我等級七啊 YES 不管了 先保存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開了吧 我們已經開附魔覺醒第一階了吧 亮綠燈了 太棒 下一階是 事件裝備 附魔等級到21 好 再慢慢來搞 現在我們把這些 至少要把他洗回物理的吧 對不對 再給他一次機會 準備一二給我等級七的物理 哎呀 太幹了 好我們現在 回去測一下傷害吧 是不是 剛剛傷害是六萬四嘛 好繼續來看一下 木頭人一分鐘 在我們莫名其妙 把視頻衝到架六 跟附魔覺醒開階以後 傷害可以到多少 準備木頭人一分鐘 說 哇 哇哇哇哇 我再去哪裡 小燈 快 呀 那 這個 六萬八 六萬八 多了四千 但我覺得才多四千應該是 這個附魔等級7的變成魔防穿透了 所以等於少掉一條的效果 其他兩人都沒有變 不然傷害應該會再上去 那我們現在衝裝也衝了嘛 附魔覺醒一階也開了嘛 所以接下來 那這次影片就拍攝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讚 訂閱 分享出去 還有一定要記得 幫我開啟小鈴鐺好不好 這樣就可以收到 我影片上傳的通知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